把它丟到Database裡面 這地方我前面講過 就兩段程式 基本上你可以call前面的 或者雲端上我有放 基本上就是 就是這樣 其實第一個一定要Ccall Line 所以基本上 不過我建議 如果你要做另外一個 我建議是版本 我的習慣是把它複製 Copy一下 貼上之後的話 這邊改什麼 PM25 也許加一個DB 就是換個名稱 這樣的話 你新舊版本 你可以參照 或者你改了之後 原來東西不見了 那就麻煩 我拿這個來改 OK 我的習慣是這樣 第一個版 第一個版 第三個版 反正每個版本都會存在 你可以互相參照 那我需要把Database加 所以第一個的話 你可以在上面加上 那個CcallLite 所以你可以打一個 CcallLite CcallLite 你可以把這個 它會跳出來 CcallLite 3 再來的話 就是把資料庫 當然你可以先讀資料 再切資料之後 再建Database 或者是先建Database 再讀資料 其實也都OK 所以基本上 不然乾脆就放在哪裡 放在CcallLite 3下面 好了 其實就是網路上這一段 就這一段 其實裡面做法 不外乎就是什麼 建資料庫 然後呢 建資料表 那我名稱的話 也許可以取別的名稱吧 也許叫 那個什麼呢 PM25 反正這名稱 自己取一個名稱 不過我確認一下 我剛剛 重新整理一下 有沒有PM25 如果有的話 我是建議 你可以把它先刪掉 可以 我剛剛已經亂過 可以把它先刪掉 重跑 因為它如果沒有PM25 這個東西 假設你重新 按右鍵重新整理 它不存在 它會自己幫你加 如果它已經存在 它就會在裡面 繼續再增加Table OK 那再來的話 就是裡面 Create Table Table is not exist 那我建一個PM25 的一個Table 那裡面欄位 這麼多個 剛剛我是建議 乾脆不要A B C D 因為有五個欄位 所以我這邊的話 可以A B C D 好像少一個E 這邊的話再加一個E好了 OK 那其實偷懶的方式 是全部都用Test 如果比較謹慎 你可以自己再去針對 不同 比如它是Day Time 你就Day Time 它是Double 有小數點 你就小數點 那如果用Test 它反正丟進去 都是文字 你要把它轉成其他格式 其實也OK 然後呢 再來就把資料抓下來 它這個地方就建了 那個資料庫 資料庫 資料表欄位 SQ 就建OK了 接下來的話 我們就是把資料寫進去 那資料寫進去 實際上就是底下這一段 Printer的下面 把這一段呢 Ctrl C 一下 然後呢 把它放到下面 不過我建議你可以 細部部分呢 自己再去了解一下 把它貼上一下 那裡面的話 就什麼 SQL 語法 有沒有 就Printer之後的話 Insert into 那我們剛剛 這個Table名稱 我剛剛改成PM25 所以我這邊把它改一字好了 然後呢 欄位名稱的話 A B C D 這邊我把它改一 多一欄 因為最後還有一個單位 剛剛有個單位部分 然後 從網路上 Call下來會有個問題喔 就是它把 Excute放在後面 所以把它Enter一下 好 讓它那個 Excute Cursor.Excute 這個東西 那裡面特別注意喔 我原來是寫著 Insert into 所以它在回圈裡面先 切割之後 然後呢 再把那個資料 一筆一筆的放進去 所以基本上我是放Printer 好像其他一個單位 那 我多一個欄位 不過沒關係 我不要把它顯示出來 就OK 然後Insert into的話呢 特別注意喔 這邊的話 也會需要有 總共有五個欄位 所以有 1 2 3 4 OK 少一個啦 所以少一個的話呢 你就再補一個進去 不過這邊 補 要怎麼補 比較簡單喔 因為這邊的話喔 它一定是什麼呢 一定是 第一筆資料 有沒有 它的單引號 到單引號 裡面的話就是 自串的結束 自串的開始 裡面放一個東西 這是最難的 所以ExcuteMany好像比較簡單 這個真的是 那如果說我 又多了一個一欄的話 它應該要補在最後面 所以補的方式的話呢 基本上我的習慣是 就是在這邊 串接的地方 那一樣喔 從哪邊呢 從豆點 一直到後面這一串 串接 結束 再來一根 這真的是很麻煩 所以 這個單引號後面呢 如果它補一個的話 那我就補一個 從豆點吧 豆點到哪裡到這裡 把它再複製一個 Ctrl C 然後呢 把它貼到 這個 這個怎麼寫 不要 不要簡單呢 Excute 串接 的話呢 我是建議這樣啦 其實就是 再串一個 串一個其實就是什麼 從那個 串接 它一定是串接什麼 這個中間 一定也要有一個 頭尾 所以我的習慣呢 從這邊 加號的後面這邊 一直到這個加號 雷點一串 然後怎麼樣呢 把這一串呢 複製到後面去喔 有沒有 這一邊 串完之後 因為 我串完之後 後面 就是 這個後面是加號 有沒有 加就串到後面 這個 自串 就是這個東西 再串一個變數 然後把它串 後面再加上 後面這一串 所以特別注意喔 我是把這 這個部分 這個部分呢 把它複製 再到後面去 再加一個 就是因為我多一欄 因為這邊主要是 因為多一個一欄 本來只有四欄 我把它變五欄 然後把它Ctrl C 把它Ctrl V貼到這裡 Ctrl V貼上 貼上 貼上之後的話 就會剛好什麼 這邊接到 接一個 這個 豆點 然後加前後 加這個 單引號 再串接一個變數 這個變數的話 就是我切割的 第五個欄位 然後面再串接 最後就是實際上 這裡面就放一個 一個單引號 加一個後刮鬍 而且要完整喔 不過我建議啦 這東西一定很容易出錯 那你怎麼知道 你有沒有做錯 我是建議你在執行之前 可以先不要執行 把這後面三行先註解掉 我的習慣喔 當你沒有百分之一百的把握之前 請你可以先怎麼樣 print the C code 為什麼 因為喔 如果你直接執行 錯誤率非常的高啊 OK 那把它執行一下 你會發現喔 先看一下語法對不對 你要也要慢慢習慣那個什麼 那個語法 是不是真正你做 這個是否正確啦 慢慢也要習慣 你會發現喔 這邊insert into 特別注意喔 可能要觀察的重點 就第一個喔 你的這個地方的前後的空白 這個空白都一定要有 欸 特別注意喔 沒有空白也會是錯誤的喔 他不接受 他看不懂 第二的話就是什麼 如果前面有五個欄位 那你後面就要五個欄位 那欄位裡面的形態 如果是test的話 那前後都要單引號 而且單引號呢 都要成對喔 中間一定要加痘點喔 所以你可以觀察喔 基本上看起來好像他都成對了 而且前後的那個單引號都在 那表示應該沒錯了 這個很花時間 而且非常容易做錯 所以為什麼剛剛同學這麼喜歡用 XQ Many 我想應該也在這裡 光這個東西可能就 不過其實真的要花時間啦 我之前因為很多時候喔 最好不要只會一種方法 因為一種方法行不通 還有另外一個方法 OK 好那確定沒有問題之後的話呢 那我們就把它XQ了 所以這個時候呢 再確定把它註解拿掉 那把這一行呢 可以把它當註解好了 所以其實在執行SEQL語法之前 建議是先這樣喔 那我們就可以把它執行 執行之後的話呢 然後來看一下 這裡面呢 有沒有執行成功 它沒有錯誤啦 表示應該是 整個資料都幫我塞到這個 這個database裡面的 這個table裡面 不過有個問題啦 我要怎麼把它打開 要不只用SEQLite Browser 可是很麻煩 雖然已經有個可惜吧 可是還是麻煩 最簡單的方法怎麼樣呢 就是喔 你可以喔 直接再把它怎麼樣 用slate出來 不過這print應該是print 這邊的print 所以如果說我今天希望 不要print 不要幫我print喔 然後呢我要怎麼樣 print我的欄文名稱就好 那我希望exqueue之後 不能close 因為close掉 等一下 我在利用什麼 slate 還記得吧 slate前面有講過嗎 你可以用什麼 slate語法 slate from所有的哪個table 有沒有 然後呢 exque它 並且把裡面的資料都抓過來 這個是查詢嗎 還有印象嗎 那其實我們可以怎麼樣 把這個東西呢 再跟剛剛的部分結合在一起 那結合的話 就是當它commit之後 那我怎麼樣 把這個東西 在底下 加上一個什麼呢 查詢 也許就是把資料再查詢回來 然後我可以在這邊 把資料查詢回來 那查詢裡面的話就是 slate所有from哪個table 那我們table名稱是這個 所以我就把這個table 名稱改一下 exque它 所以它會幫我把資料呢 全部都塞到這個cursor裡面 那我就分別 把那個欄文名稱 這個欄文名稱就是這個啦 就上面這個 所以可以把上面這個欄文名稱搬下來好了 這邊就不用欄文名稱了 因為我本來是print了嘛 我現在不是print了 我現在是先丟到資料庫 再把它讀出來 ok 所以先塞到資料庫之後呢 把它讀出來 然後呢 有1234 四個欄文就好了 最後一個單位不用 然後呢 就是把資料 在for row in cursor 就把cursor裡面的資料呢 全部都讀到row裡面 先讀一筆 然後row裡面的話就是 它基本上我希望它第一個0嘛 0就是第一欄 1就是第二欄 那中間的話 也許我一樣用反斜線踢好了 那這邊的話呢 我就是第一欄第二欄 第三 第二欄的話 這邊再複製一個 再複製一個 第三欄 第四欄 ok 然後再來的話呢 我就把資料讀 先丟進去 再讀出來 大概就這樣子 那其他的話呢 我們來把這個 試一下 不過如果你比較 希望比較精確的話 我是建議怎麼樣 上面可以再補一個什麼 因為我們現在是 create table if not exist 就是已經存在了 它就不會再做更新 所以如果我要更新的話 前面有講過 你可以怎麼樣 可以先drop它 所以drop它的話 你可以拿那個create來改 把它改成什麼 drop table drop 就刪掉那個table if什麼呢 if it is 如果它存在的話 後面其實就不用藍文名稱 create的時候呢 才需要藍文名稱 但是你drop的時候呢 就不用藍文名稱 很簡單 drop掉它 ok 那就會怎麼樣 重新建一個新的 重新再抓資料 重新丟 這樣的話比較精確 那等於是我沒有把它做掉之後 然後再產生一個新的 並且讀進去之後 最後怎麼樣呢 再幫我把它從資料庫裡面 就是用史類語法 把資料 再從資料庫撈出來 幫我丟出去 應該可以理解那個流程 那我們來試一下 如果ok的話 那理論上下面應該會出現我要的結果 把它執行一下 ok 所以這個可能會跑稍微久一點 因為 它可能還要到那個行政院官網裡面 去把資料撈出來 然後切切切切切切 分別的insert into 之後的話 最後幫我slate出來 把它丟 你會發現 最後結果 ok應該沒問題 正確結果應該可以看到是這樣 但是如果要能夠順利一次做對 其實真的不是很容易 細節很重要 還有一個地方 請各位待會改版 改哪個地方 就是這個 我本來insert into 對不對 請你把它改成什麼 這一串 因為同學不喜歡看到這個 那沒關係 你可以把它改版 改成 先excuse many 怎麼改 我上禮拜有講過 有沒有 其實你可以 如果你不喜歡這一行 你可以把這一行 註解掉 然後呢 你可以 本來是list2 你增加一個list3 空的一個 那個 串列 然後用append 把list2 全部串在一起 那excuse many 那excuse many的話呢 就是不要用excuse 用excuse many 但是記得喔 你這邊要怎麼樣 這邊要縮排喔 要跳到前面去喔 也就是你全部用串頁串完之後 才能夠excuse many喔 ok 忘記沒關係 上禮拜有講過喔 所以請各位先試一下喔 我剛剛的重點喔 就是 把剛剛查下來的東西呢 再多增加資料庫 那裡面的話 有job table 跟create table 最後的話 把資料怎麼樣 用那個insert into 全部都放進 這個我想 待會這一串 一樣啦 Ctrl-A C 乾脆我把它改版一下 因為這個原來舊的 好像少一個欄位 不過其實不影響啦 我把它再把它怎麼樣 貼上好了 這邊我剛剛寫的 畫面先還給各位 給各位參考 盡量呢 如果可以 你就自己喔 按照我剛剛講的方式 把抓下來的資料喔 第一個就是 塞到資料庫裡面去 用insert into 第二個的話 用slate 再把資料全部讀出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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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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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